那么佛法教学 教我们修学 终极的目标呢 没有别的 回归自信 这就叫成佛 不能像着迷 像迷是越迷越深 那是苦海无边 所以让我们回头 小陈回头了 前面我们学的这一段 德经发言 就是发言经 那是徐特华正的粗苦 这个地方呢 德谢特仪 这是讲的 阿罗汉 那他二十亿 众生 德阿罗汉 阿罗汉是三国 诸露一尽 信德谢特 这个是四国阿罗汉 那么这就是小陈 那见思烦恼断了 见思烦恼 在华严经里面 叫执着 沉沙烦恼 华严经里面 叫分别 无明烦恼 华严说的 妄想分别 之处 就是一般 大臣经上讲的 无明烦恼 沉沙烦恼 见思烦恼 烦恼从哪里起的 就是无明 无明 佛用的 这个名字用的好 无明上加个 无实 无实无明 这两个字 假的妙绝了 无实无明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明 无明没有开始 无明是假的 不是真的 只要你不值得它 不理会它 它不爱死 那可是 分别执着 埃死 执着 制造六道轮回 就六道轮回从哪里 执着来的 就是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断了 六道轮回不见了 得 谢托依 谢就是解开 把六道轮回解开了 托侍托依 你离开六道轮回 阿罗安 那我们要识 怎么个解脱法 言尽似 耳闻身 鼻 闻香 舌 肠胃 身体的接触 还有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意义 你看看 眼耳鼻舌身意 这叫六根 六根接触外面的对象 颜见的是色 颜根所见的 通通叫做色 耳根所对的 通通叫神 鼻所对的 叫做香 用一个字所代表 舌头长的 这叫胃 色 身香 胃出发 身是接触 其心动念 对的是法 六根对六成 对在六成里面 你不知足 不分明 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清楚 我们通常讲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就对了 这就是阿罗汉 他就超越六道了 六道就不见了 那么我们呢 我们完全把它执着了 以为它是真的 颜见色 把色放在心上 耳闻身 把身 放在心上 这个麻烦大了 放在心上 呵护自己的意思 就欢喜 不和自己的意思 就讨厌 真就生起什么呢 爱 真 爱真是烦恼 自信 清净心里头 没有爱真 现在你是六根对六成禁界 起的烦恼了 起烦恼了 如果你通通不放在心上 见色闻身 都不起烦恼 心是清净 我们的经体上 清净平等去 清净是阿罗汉的心 平等是菩萨心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晓得什么叫修行 什么叫功夫